郭文貴議員 香港剛才所說的優勢也面臨一些挑戰 第一,我們鄰近的地區同樣以高速發展 並且逐漸追上香港,例如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經超越了香港 而且在附近的城市,例如廣州、深圳等等的城市 作為航空和物流中心的地位也不斷地提升 第二,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其實我們的青年是非常需要有更廣闊的國際視野 香港的國際機場在1998年啟用以來,隨著我們全球經濟的發展 我們在機場上的客運量、貨運量、飛機起降量等等都是逐年穩步地上升 現時已經比1998年啟用的時期增長超過1.2倍 機場的兩條跑道也是預計於2016至2017年的時候達至飽和的 反觀我們鄰近的城市,例如廣州和深圳 正在分別擴建跑道和航站 所以可以見到,如果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和優勢 我們必須興建第三條跑道 否則我們香港作為國際航空和物流中心的地位 以至於整體經濟的發展,將來是會被鄰近的城市所超越 此外,隨著全球化的趨勢,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是更加需要擴展國際性的視野 爭取去到各國去見識、交流 以及即使身在香港,也都能夠和不同的文化交流的機會 我們見到年輕人越來越多去到其他地方旅行和交流 而我們政府和青年團體所舉辦的文化交流 以及國際研討會等等的活動也都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航空的配套在這方面是非常之重要 作為年輕人,我們很重視興建第三條跑道帶給我們的機遇 包括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就業機會 以及在國際性的交流視野,去裝備我們 去面對在全球化的趨勢底下,帶給我們的發展和挑戰 當然,興建第三條跑道是牽涉一個龐大的工程和開支 所以就著環境的影響、財務安排、空域使用等等方面的關鍵問題上 政府必須與社會各界充分溝通、清晰財務安排 並且確保這個龐大的投資能夠用得其所 並且採取確實措施,減低對環境和民生的影響 多謝主席